受到疫情的影响 田志轩文化艺术基金会 每年办理的剑走活动 今年就取消了 田志轩文化艺术基金会 董事长张美慧 把活动的款项 转作为捐赠奖助学金 16号前往了花莲高中 举行制赠的仪式 有16位的花中学子来受会 同时鼓励学子们努力的上学 赶在花莲高中毕业典礼的前一天 田志轩文化艺术基金会 负责人张美慧 带领着李建世门 前往资政奖助学金 花中总务主任林医生 带领着16位学生 前往二楼会议室 赶美慧表示 这是田志轩 以大学长的角色来到花中 希望把他倚压人间的精神 办理奖助学金 就是要鼓励学弟学民们 田志轩他离开我们有4年了 那今年第4年 我们每年的追思的活动 前三年都是办践行 的纪念 那因为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 我们就想改个方式 让大家也挺一下脚步 我们制作了一个 两分钟的短片 影片来纪念他 那另外 我们把这个他的爱 一爱人间这个精神 我们继续的来传承下去 我们今年就想责定他曾经念过的这个学校 吉安国小吉安国中跟花莲高中 那我们来帮忙来关怀学校里面一些优秀清寒的这个学子 让这些孩子们让这些学弟妹也可以知道曾经有田志轩这个大学长 那也希望透过田志轩基金会这个平台 让更多的孩子能够感受到社会的温暖 所以我们总共今年责定的这个孩子们 我们就想用一些微博的奖助学金来鼓励他们 那也希望透过这个公益的活动 也让大家也还记得田志轩他曾经服务地方 那也曾经关怀过很多很多的弱势 他为地方所做的努力所留下来的痕迹 那田志轩基金会今年以帮助学子的这样的一个方式 我们一起想念他 这边会表示田志轩文化艺术基金会本着公益活动的精神 开办奖助学金来鼓励花林县的学生们 也希望一点点的力量 发挥学生们的行动力 让社会更加温暖 记得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